从这看上去对面那边就是 压路江啊 市医快到了啊 又有朋友给我发信了 说要到丹顿来旅游了 问一下这个关于住的地方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一个 民宿 咱们一起来瞅瞅啊 就在这个蔚来城 哎就从这个门进啊 A座23楼 我去 有人吗 有人在吗 这好像这层都是吧 哎 瞅着也不错啊 哦 这是套房 对 这价格应该都不一样是吧 嗯 这个这个房间这是什么价钱 对对呀 啊 三四百分钱 这个套房住几个人 住几个人 住五个人 瞅瞅这房间的环境 看一下这个屋 这个屋好像更亮亮一些 更亮亮一些啊 从这里望景比较不错呀 基本上那个 异国风光可以说是金属原底的 这是三四百块钱的 套房 咱们再看一下其他的房间 那这个是多少钱呢 平时应该是一百五五左右 哦 这就是住俩人的呗 对 也可以住三个人 就那个堂堂林小库 哦 这上面还有个小炕 还有个小炕 是这个环境 啊 这边瞅的正好是问的啊 对 这里都是独立的那个卫生价格 洗衣服也好 一百多块钱的 咱们再找一个房间瞅瞅 这个是靠散的 这个靠面园 啊 这正好是瞅的是 这个属于未来城的这四周都能看见呗 每个屋里看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这边看正好是看管 每个房间它的那个风格好像都是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从一百多块钱到三四百块钱的 为大家多看几种那个 屋子的风格吧 这是两张床 房间 两张床 小插座 看的也是万达 这又不是环境 你感觉这里怎么样 这里是20多个房间 每个房间的这个风格好像是都不太一样 而且窗外面的风景景色也都不太一样 现在的价格是从一百多到三四百块钱的都有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不妨到这里来瞅一瞅 我看的这些地方好看否则好